我好像帮不了你 家人们你们说以后金芝能不能帮我 能不能在世界上能帮我 我觉得那可以的 家又没有地又没有龙和又没有猪 又没有羊的 又不是叫你回家种地的 能他们都说来 很多人 我没有文凭 不需要文凭 不需要学历 肯定会的 能是吧 肯定可以的 教他 他们教我教你 那你想学吗 学啥 我都不知道要学什么 学怎么做生意 做买卖 做生意 我会做生意 我会收山货 我会卖山货 你家又没有山货 让我卖 你家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我卖吗 你说工程项目让我卖吗 又没有什么 只要肯学都可以的 没有 金芝 这么吧 就是我回去给我爸妈讲 好不好 你不用去多想 你知道吗 你看前面我们遇到的问题 你爸爸就是说 不准我来找你 那个事儿 我都能解决好 那是因为我爸觉得 你可以带我把我的事情做好 他不是觉得 他不阻止我们来往 其实你可能误会了 他不是同意你跟我在一起 我没有说要跟你在一起 我的意思是 我就是说 现在在你目前你所做的事儿 上面我可能可以帮帮忙吧 对不对 首先第一 我不能让你爸爸讨厌我呀 就是感情这个事儿可以慢慢来 对不对 因为现在你爸爸算是认可我了吧 勉勉强强 算不算 他觉得你能力可以 他觉得你可以帮助我 做我做不了的事情 因为我也给他说过 我不想 以后就是像其他普通的农村姑娘 宜族姑娘一样去相亲 然后结婚带小孩 嗯 但是我一个女孩子 我紧坐的就是 收收小小的山货 后来你不是承包桃园也好 做什么 很多事情都帮了我很多事 他们 然后我爸觉得 他说 他觉得可能你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吧 他们他不会觉得说 你是我的未来的 你一般 他说你是我的贵人 他是这样子跟我说过 贵人是吧 嗯 那你也我 你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呀 我为什么是你生命中的贵人呀 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女孩子像你这样 我 我们这边比我漂亮的女孩子太多了 我怎么没 不是漂不漂亮 这个漂亮 这个 你有一句话啊 好看的皮栏千篇一绿 有趣的灵魂万里条你 那我不漂亮了 你漂亮呀 你你跟我来晚是因为是因为 家人们漂亮吗 漂亮呀 漂亮我觉得特别漂亮 像这个 要扮他 对我觉得我要扮他 人上心美 家人们那个金智爸爸到底认没认可我呀 我现在都是 懵的状态 所以我不敢和他爸爸一起聊太多 我爸爸他先 因为我爸爸也有 就是以前 就是因为他在外面打过工嘛 嗯 所以有很多汉族的朋友 嗯 然后所以他觉得 因为也有很多汉族的朋友帮助过他 帮助过他 帮助过他 然后所以就是 他觉得汉族还是很好 很对 觉得你也能帮助我 然后 嗯 所以他才不反对你继续来找我 知道吧 他觉得他挺放心的 挺放心的 但是他没有说过 他没有 他也说过 他说 他说如果说是以后的事情 就慢慢来 他说 嗯 可以 那那个我还是 我跟你讲了 就是我真的要回去一趟 就是等这几天 你爸把和他这个弄完了 我再回去 好不好 因为这个事不是特别着急 我回去了 我还会来的 好 好啊 家人们 你们帮忙做个证好不好 小夫在这说了 我回家把事情处理好了 我再来 小娘山找金枝好不好 你们帮忙做个证 你会不会回去了 就出不来了呀 不会 你不是现在 你这是偷偷出来的吗 谁跟你说我偷偷出来的 我不是偷偷出来的 你臭表弟 真的 你看臭表弟在那 相信哈 你们帮我做个证好不好 你们愿意帮我做证的 扣个一好吗 反正我说出来的这个 说出来这个话 小夫敢说的就敢做的 做不到的不敢说 对吧 那样的话 别人说是你在吹牛 你想不想见我爸妈 你想不想见我爸妈 不想呀 不敢 为什么不敢 因为他们不喜欢我呀 他们不喜欢我 所以我不敢去见 那他们没有说不喜欢你 他们没有说不喜欢你 只是说 如果说 可能我理解的 他们 对他们的儿媳妇 可能心里边有一个要求 可能是这样的 我也没有说 马上要担你 担他们儿媳妇呀 感觉我没有组见 那个红鱼姐姐吧 应该 其实小夫有组见的 只是这个东西 有很多顾虑 可能 金智因为金智特别聪明的 就是我有些话 可能说多了一句 他都知道我想表达啥 我很笨的 你什么都可以说 对不对 直播间的家人们 告诉副哥金智很笨的 在光瓶上打一个笨子 打一个不笨 我们在光瓶上打一打一波笨子 对 我要顾全大举 有些东西 是不是 我可能爸妈都不要了吧 对吧 是不是那句话说的 有了老婆忘了你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听过 太聪明了 聪明 全是聪明 我是笨吗 小富聪明 刚刚问的是金智聪不聪明 问的是金智笨 知道你们说的是金智笨 是小富笨 小富笨不笨 小富笨的打个笨 没有点关注 点点关注好不好 帮我们认一下粉丝团 对呀 加入我们的大家庭里面 这样子就以后 如果说副哥后面又来看我的话 开播的话 都会有提醒的 带大家就是 欣赏我们大山里面的风景 对 看看我们大山里面的 好山好水 咱们去打核桃吧 行不行 去打核桃 对那天我好像还看到有几个核桃 走吧 我们去打核桃 你可以去吗 可以去 虽然腿疼 但是没事 家伙们你们有没有小富满 你看金智 他们没一个说小富笨的 那个字可能不好打 小富笨不笨 笨的扣一 那个笨不好打 大家一起点点关注好吗 家伙们 点点关注 然后一起点点赞 好不好 没有高一点 所以打不到 那儿 那儿有个高的 那儿 那边 那里呀 他们说小 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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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 这个是不是高的 那短的 短的吗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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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哇 这个 哇 哈哈 我拿着动不 要不你拿着我来打 不要 有有个电线哦 那儿 嗯 就是签的那个 网线 网线吗 家里面看电视 小富笨哈 你不是给我弄了一个那个电视吗 对啊 我也觉得我挺挺笨的 对 所以必须要用网线才可以 哦 那儿那儿那儿 看到没 怎么了 这里的核档都被我打得差不多了 那儿还有呀 那儿还有呀 我这个干太长了 过不去 哦 这样可以过去 嘿嘿嘿 你打我去捡 我们一般都是站在树上往下打的 哦 就不是在 不是在树下边打 对 太长了 我去捡 哎 直接摔下来就坏了呀 不是坏了 是脱壳了 哦脱壳了呀 对 家里面你们有没有打过核桃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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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不是站在这边的吗 哦 金子 打着头了 真的打到头了吗 真的打 打到头了 你骗我没有 我没有骗你 真的打到了呀 真的打到了 你过来我先打一下再去捡 不是 你不是应该关心我打的严不严重吗 你骗我的 我看到掉在地上的 嘿嘿嘿 我骗你的 过来我先多 这个核桃有点小 我多打几个 哦 你把大的都打了是吧 不是 这个是本来就是没有多少年的 哦 大的都是 老子不是很老的时候 这个就几年 哦 几年是吧 对 小核桃 小核桃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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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好了 就捡吧 捡吗 打过呀 没打过呀 核桃里面有没有吃过呢 吃过 这儿 这儿也有 前面有一个摔下来摔 摔开了的那个 哇塞 这核桃太小了 就是它不是老树核桃是吧 对 老树核桃要大点 对 老树核桃要大一些 嗯 怎么现在叔叔阿姨们 你们吃饭了没有呀 很香的 现在六点多了 吃饭了没 吃饭 吃过饭的摔个一 没吃过的摔个二 六点多了 六点十分的 哎你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呀 太天黑了 天黑才回来是吧 对呀 他收核桃不可能说 收一家就回来呀 哦 他要拉一个车去收 就是找一个三轮车 跟他一起去收 是吧 要收买一大三轮才回来 哦 等于是别人去打了核桃 就 拿来卖给你爸爸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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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富是重庆哪个地区的 小富不是重庆的 小富是成都的 家儿们 小富是成都的啊 我把这小的开给你吃 小的呀 别弄这手了哦 可以 机油没做 再做 表弟再弄 表弟会不会弄 可以 可以呀 这个你放心 你也会弄呀 小灰一点 小灰一点 哇 这样说 很小 但是他里面肉很大 很饱满 是不是 对 嗯 挺好 金芝是哪里人呀 金芝是 小年三的 有多少人是 不知道我是哪里的 我给你们做一下 自我介绍吧 对 那个新朋友扣一 老朋友扣二 新朋友多的话 那个金芝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 老朋友多的话 金芝还是自我介绍一下 让大家加上一下印象 好不好 新朋友扣一 老朋友扣二 是不是真的 家人们 哇 全是新朋友 全是新朋友 新朋友看我们看那么久呀 新朋友 全是 全是新朋友 马鞭 遗嘱之之线 对的 你们先这么 家人们 你们是来自哪里的 你们打出来 然后金芝就做自我介绍 好吧 美丽的金芝 谢谢 大家好 直播间的每一个哥哥姐姐们 感谢你们一直都在直播间里面看金芝 然后跟金芝一起聊天 我是来自 你们应该没有听说过小梁山 但是你们应该听说过大梁山 但是我们这边是大梁山的旁边 它属于乐山市管辖 所以说我们这边是四川省乐山市 马鞭遗族字字线 你知道吗 对 然后我是平时我已经我是干什么的 我因为我读到高中的时候我就错学了 是的 对 我读到高中却学了 所以我没有继续读书 我就没有文凭 也就没有就是上班 知道吧 所以我就在给我外婆放放羊 养养猪 前段时间因为我妈妈生病以后 我就把猪和羊全部卖了 现在的话就是 平时呢 就白天没事就收收山货 然后这几天就一直都在弄核桃 因为家里面有特别多核桃 对 现在是在做核桃生意 还有一个果园 对 还有一个果园 是那个果园呢 大家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果园是谁给我的 直播间的哥姐姐们 你们知道那个果园是谁给我的吗 知道的可以打在公平上 以前那个地方是集体经济 知道吧 就是我们村里面所有人的地 然后分了 小富是吧 没了 他们说小富 对 山货有吗 没有据说 这几天我不在的时候 金芝一直去打理那个果园 他们都说金芝一到那个果园就会想起我 所以说金芝有点特别的想我 没有 没有吗 没有 那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他们骗我咯 对 不会吧 我没有说过呀 那个 直播间 直播间的家人们 你们金芝他有没有说过想我呀 没有 有吗 有的打打一个有吧 我看一下 我先放在地上 哎呦 怎么了 我想坐一下 我腿疼 那 我这个吧 你拿个来坐呗 有是吧 哼 其实你还骗我 对吧 你明明说你有想我了 没有 有时候想过我 没有 想得流眼泪了呀 他们骗你的 他们在斗你的 不可能 他们不会斗我的 因为我都不骗他们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的 不会的 我相信他们 你肯定想过我还哭了 还哭鼻子是吧 没有啊 没有吗 小富是富二代吗 小富不是富二代啊 小富你干嘛呢 金芝 那个我电话被我妈拿去了 我现在我换了个电话 然后到时候给金芝 现在给金芝打电话 他知道我电话了 他很想你 想不想 堵物诗人 哦对 我前面没描述出来 就是你一看到那个果园 就想起小富 我是去干活 一惊一惊了 金芝 金芝 我是去干活 你干活 为什么要干那活呢 不是应该 你应该生气嘛 你富哥一走 那个 你花那么多钱 承包着 怎么可能 不管他呢 富哥来了吗 对 小富过来了 小富来了 他们都 都知道我吗 他们都认识我吗 他们都好 好多人都说 小富 小富又来了呀 我可以问一下 他们认不认识我 记不记得我吗 应该是比较认识我吗 知不知道我 对吧 金芝 直播间的家人们 你们知道小富吗 知道小富的扣个一 好不好 我看有多人知道我 可能更多的 就是来看金芝妹妹 好漂亮 一一一 只知道生意 你们没见过我呀 他们不记得了 哦 没见过面 家人们 给大家留一点悬念嘛 你们来成都玩的时候 你别弄着手 你别弄着手 你们来成都玩的时候 咱们一起喝茶 好不好 清阳区啊 那我们公司在那 在文书院 金芝直播一直练到我呀 哇 这个是事实 因为我一直都在问他们 有没有你的消息 我就是没消息了 担心我 你担不担心我 肯定担心啊 我能不能坐这边啊 那个直播间的家人们 你们没有点关注的 点点关注好不好 你要不要指导一下他们 他们会不会弄 我有点担心 他们会不会把那个鸡 给报废了呀 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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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嘛 你赶紧出来 问你说个事 那个余文坚哥您做笑了啊 就是在成都文书院里边 文书你一天当晚你 你是不是飘了呀 咋了 你咋了 你啥你都在给金芝说 没说 他肯定套你 他套我话 肯定嘛 那不是谁 你没说的 不是我妈叫你跟着我过来 你什么东西都往外说 我说你下次 我还以为你给我打电话 你关心我呢 原来又是我妈把你派过来 是不是随时都在跟我爸 我爸妈汇报我的情况 你老是说 你老是说 没说 我还以为你还会说呢 你过来帮我开车 怕我自己累着了 是吗 你看你脚 这是右受伤的 脚受伤的受伤呗 以后你别啥都给他说 他精致聪明 对吧 一会儿都 这几天 你跟我妈说嘛 我过几天回去 是 好吧 我就不给他打电话 我不给我妈打电话 然后 但是我给他说吧 文书院熟悉是吧 那个东西比较敏感 说出来不行 好不好 文书院你知道 哪个是独立的建筑吗 你就知道了 那个周哥 对吧 独立的建筑 啊 没事 你进去啊 我和表弟聊聊天 我太白了 金子一直问你们 小腹在哪里 屋底终于来了 对 我也觉得 叛变了 对 你去麻里了呀 你去看着 小天会不会弄呀 小天会弄吧 小天 你会不会弄啊 我会弄一点 但是不知道 弄得好不好吃 弄得好不好吃 叫金子 金子那什么 哎 表弟 我说你到了 你跟我妈说一声 你说 我在这边没啥 我过几天回去 是 你这么给他说 你说 你说我在这边谈个事 你知道吗 你不要说 不要说天天我和金子在一起 好吧 我给他说吧 好吧 我说过几天 我们这边 帮他把和茶这些弄的吗 弄的过后 我们回去一趟 你别啥都跟我妈说 我发现你嘴巴 漏风的吗 一会儿给金子说 怎么样 你一会儿给我妈说什么呀 我说我真要揍人呢 对对对 这么你给我 你给我妈说 我在这边 安排那个果园的事 因为不是给他讲了 我在这边 承包了个果园吗 种水果吗 那你说我在弄那个事 你就给他说 我晚点回去 你要想回去 你先直接你就回去吧 不你你直接回去吧 我我感觉你在这边 你在这边 我我感觉心里边没底 是吧 手机还能直播 我边看边充电 不是手机能播 是的 是的 嗯 反正我给你讲清楚了 行 好吧 谢谢 我进去看一下 那个鸡怎么做的 明天你过来帮帮播和的 是不是 没问题 只要能一起 我给你拿来炖鸡 金子 你在弄鸡呀 小天在弄呀 这个什么东西呀 你什么什么炮的 那个 就是 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我知道 这个我给你的 我怎么不知道 对你朋友给我的那个 我没舍得吃 你今天来了 我就给你拿来炖鸡 哎呀 还是金子 金子管我呀 还得说金子 杨肚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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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葱花花 哇塞 真的好香啊 家人们你们有没有吃过呀 小香菇 鹿龙菇 鹿龙菇 头头菇 头头菇 哇这么多 就七种菌菇啊 就是你朋友给我的那个 对 对 对 那行 金子你做 等等小天弄 小天那个 你弄吗 小天那个雕龙画风的时候 一会提醒 金子是个好女孩 金子妹妹对我非常好 真的吗 我也觉得她对我挺好的 这样吧 我感觉我 对金子有依赖了 我发现 依赖啥 她 她那个 做 做饭特别好吃 我做饭 还行 只是说农村里面的味道 可能你们都不太适应 表弟 表弟 表弟明天回成都 我的鸡头怎么 剁成这个样子了 我跟她脱毛 不是 鸡头不是这样子剁的 要不脖子一起挂在这上面 没关系 没事没事 等一下我给脖子给你接 鸡头给她吃一会儿 一会儿给她吃 因为 她要保证我的安全 因为开车 不是这个鸡头 不是这个鸡头 我的狗命 不是这个鸡头是什么不安全 我的狗命就 哪里 你是说吃鸡头不安全吗 不是吃鸡头 不是给那个 尊贵的客人吃的吗 对啊 我说给她吃 我的狗命就掌握在叉的手里 她现在开车 懂了吧 煮吧 就煮吧 本来我们是要把那个脖子 跟鸡头一起剁的 今天是不是 弄那个 你们那个特殊菜的吗 炖啊 炖汤给你吃 直接炖是吧 不做鸡头的鸡头鸡 因为有这个东西吗 可以炖来吃一下吗 好的 我看到好 应该很好吃 这太多了 这就是一袋 一袋那么多 哇 我朋友还可以哈 他这个东西 他这个东西好不好吗 你懂这个 肯定非常好呀 非常好是吧 跟我们大山的 大山里面的不穿上下的 嗯 然后并且它里面 还有这么多种 然后就直接不用去到处 去哪个找 挺好的 那行 可以 哎呀小腹吃的 小腹贤惠的金汁 你们觉得金汁贤惠吗 啊 你觉得贤惠吗 干嘛拎我那么近 啊 干嘛手机拍我那么近 他们叫我近一点 他说他们想和你邻居你接触 才怪 真的 有音呀 明天我跟你去去弄和他呗 弄和他 啊 去打还是去背啊 去打背都行 太远了 走路要半个多小时 太远了 走那么远 你上去的话 可能要走一个小时 我去走半个小时 哎 手机没电咯 手机没电了 对 嗯 怕就是怕 他妈妈这个 我妈 大家点点关注呗 叔叔阿姨们 点点关注呗 去那个地方 我去要半个小时 你爬上去应该要一个小时 我呀有可能 但是我还是想去 你还是想去啊 嗯 真的要去吗 真的要去 我想在你身边 多陪陪你 好 好不好 家伙们 我 我待会儿 我跟金字一起去 行不行 出时间 带妹妹回去 见父母 他 他不和我去呀 他 我叫他 还没到这个时候 直播间 来跟我姐姐们 并且现在 他爸爸妈妈 都还 都还不让 父哥跟我来往呢 没有不让我和你来往 我知道的 可能就是我妈想多了 他一天到晚 东想西想的 他一天到晚就 想东想西的 他 对吧 这厨房跟你们老家一样 对 他这个厨房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 他在这儿做的饭特别好吃 家伙们 你们有没有想过来吃金字做的饭呢 有想过来的可以扣个一 到时候可以来找金字玩 不单单只是小富可以来找金字 你们任何人支持金字的 叔叔阿姨 各个姐姐 都可以来找金字的 对不对 金字 可以呀 这个就好了吗 没有 焯水 换一道水 哦 没 你们没弄吗 没焯吗 没有 这才下锅的 小富你现在知道了 金字真的 嗯 对 我知道了 嘿嘿 明明都知道 啊 没事 知道啥 嘿嘿嘿 昨天今儿们 那个咱们能能在晚上点点赞吗 这个赞赞好少哦 昨天我们都十万赞 还记得不 金字 昨天十万赞 下二点几万人 哇塞 哈哈哈哈 你的笑什么那么尴尬 你是不是 你笑 有点熏 你要不出去吧 我出去 谁和我聊天啊 我等一下马上把新那个 这个 哇 太熏了 这个烟子 太熏人了 家伙们你们吃饭没有呀 吃饭了的在公屏打一个1 没吃了的赶紧去吃饭啊 就不要一直在这儿陪着小富了 心爱的人陪我一生 金字啊 嗯 跟我回成都吧 好吧 他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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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不行 还没下班呢 你干嘛跟我过来啊 我跟着你过来不行 你要干嘛 你去接你爸吗 什么 你是去接你爸吗 对啊 那走呗 我跟你一起去呗 因为我爸 我为什么要走这里啊 那你走这儿干嘛 不是 你就这样一直跟着我 你都不问我 我去哪里 万一我要上厕所 你就跟着我一起上厕所了 你不 你上厕所 你去这山里面上厕所干好啊 我去找南瓜 南瓜呀 我找个小南瓜来炒来吃 可以呀 好呀 是啊 好呀 我去找南瓜 我去看你 我去看着 你看着手机一直跟着我 你都不怕我把你带去卖了 哈哈 我没事儿 谁把我买了 我 他 家里边烧高纤了 把我买了 我为什么 哦 干嘛 这个怎么扎人呀 这什么东西啊 这肯定要扎人呀 哇 扎人呀 这个扎人呢 他表哥在哪里 谁的表哥 你表哥在哪 哪个表哥 啥表哥 舅舅的儿子吧 他们说的 他们说那个给你 要娶你那个表哥 对 到时候我叫表弟揍他 你不要动不动就揍啊 我没有动不动就 你好好说啊 其实我会说 我不喜欢你了 你动不动就要打我的家里人 我没有说打他呀 我说去去见见他 你们都听到了说的是揍对不对 没有 他们都听到了 没有 没有说揍没揍 不揍他表哥 他表哥就是我表哥 对 他表哥就是我表哥 不是他 不是 你们一起帮我找一下南瓜好不好 那个玉米还可以吃不 那个玉米 你都可以吃呀 小夫说 把握 一半的一半吧 我就 我看 到时候和我爸谈谈嘛 谈谈条件嘛 好吧 你爸爸谈什么条件 没关系 那个难怪太老了 就是 不是虽然说我妈那什么吗 我爸也不是特别同意我来找你 没有 没关系的 因为 因为他觉得我有点耽误工作 你知道吧 但是我说我在 我工作一直在进行的 我项目也在弄的 可能是我大哥 给我爸打电话了 你大哥 你大哥觉得你工作没有做好吗 对 可是我最近 没好好工作 都不去找他喝茶了 他 因为我没在成都 我怎么去找他的 对不对 就是觉得你没有去找他们喝茶了 然后 但是 我跟说 我给我大哥 给他 给他寄你们这边什么土鸡蛋呀 什么东西都 都给他弄过去的 然后我说 看一下他 那把我家的土鸡蛋 给他弄一点过去 可以吗 那我到时候说你送的 行不行 你就说你送的吗 就你送的呗 到时候 到时候你要 你 如果说你能抽开车的 你到时候去 去我们公司呀 我没关系的 你 什么没关系的 你送的 没关系的 你拿去送给他吗 他们说 什么 那个 我跟你说 那个兄弟啊 你别在这儿瞎说 说啥了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说啥了 我说你 我一会儿给你邀爸说 我跟你说 给你的小爸说 你一天到晚在那儿瞎搞 我跟你说 什么意思 没有 没事 对 找到了吗 你的南瓜 其实我看到一个 我一直没跟你讲 哪里看到一个 哪里有看到 来吧 你跟着我来 我眼睛很好的 你来吗 你来吗 你过来 哪个 过来 哎呦 怎么又扎我一下 在那儿 那儿 那里啊 那儿 看到没 没有啊 那儿 哎呦 小心 那儿 看到没 那儿有个小的 不行 咋不行啊 太小了 你不是说小南瓜吗 那个不够一个呀 不够 看一下这下面那个 哪个 这全是你自己种的哈 家伙你们有没有 我想问他们有没有吃物南瓜 他们应该没吃过吧 你们应该没吃过南瓜吧 现在什么年代了 年代 现在 现在 现在是二十二世纪 还没到 二十一世纪 二十一世纪 哎呀 别弄 别弄了 你当时 可以 不是 我说的意思是 你当时留着吃呗 好不好 谁的南瓜 南瓜有什么舍不得吃的呀 我觉得我一天当晚在你这混吃混喝的 我都不好意思了 他们说吃过南瓜 哦 哇塞 你们都吃过南瓜呀 谁没吃过南瓜呀 就是菜嘛 这个熟了不 熟了没 他这个 就是 南瓜不分熟与不熟 是不是 要不就是老的 要不就是嫩的 小心点 这个渣人 他有人 我走前面吧 你走前面 那你走吧 哇 家人们 你们想不想看西洋 你们想不想看西洋 你这个菜没长起来啊 金睿 快了 快了呀 啥时候能吃啊 冬天啊 冬天吃的了 嗯 这什么菜 棉花 那个棉花白你记得 四川话 棉花白 棉白嘛 就是 四川话 棉花白 糖醋棉花白 糖醋棉白就是用这个 对 那到时候给我 我喜欢吃 吃有点带甜一点的 我会做 这辣椒长得好好呀 都快没了 我发现家人们 金子的家里边的 这个土地好肥沃呀 土地不都是这样子的吗 不是呀 哎呦呦呦呦 茄子 你那茄子都坏了 茄子不能吃吗 不能吃了 来金子 来看镜头 茄子 说话姑娘挺漂亮的 对 她挺漂亮的 我也这么认为 哇塞 我们走一圈又上来了一两百个人 我家对去吗 对 哇 你们俩辛苦了啊 我也在这一切活性 就你想吃 我跟你说 就是你 我就说 你们两个人金子都出来了 你两个还在那 还在追 哇 金子 你这又扫了自己 咋宰 没事啊 扫了就扫了自己 你把那个 你把那个茶叶给 给你爸爸先拿进去 拿进去 等他来了 你给他 等下他不要咋办 不要就是拒绝我了 是不是 不要你提回去就行了呀 我怎么可能啊 那我提回去了 我们两个以后咋办 什么以后 没有以后吗 不是他觉得你 我是说未来 太贵重了 没有就就 茶叶哪贵呀 茶叶不贵的 茶叶一点 对不对 你看金子就特别勤快 能干 什么东西都 你手别弄的 弄湿了 一只手没弄 小天 你在家里边做过饭吗 做过 那你来弄这个南瓜 没事 我来切 这个南瓜 叫 切丝 切丝吗 我看一下能不能切的 你看里边 看一下有没有空心 哇 这个好 没问题 那我拿到那边去 切吗 拿到那边切 我在那边好切一点 我来切嘛 不是切丝吗 这不是片吗 等一下再切丝 对 先切成片 金子考验小福 你在考验我吗 我拿什么考验你 考验你啥 考验我 未来能不能 给你幸福 他们说的 不是我说的 给金子买小鸡仔 可以啊 对 你前面鸡全部卖掉了 还有多少鸡现在 还有三只好像 还有三只 我今天我又 我又吃了你 别牵着手啊 妹妹 不会的 你吓死个人 家人们金子像不像 会做饭的 像的打个像 我怎么可能会做饭呢 飞了就是会做饭呀 这个会做饭 不是很正常吗 像不像 像的打个像 你们不会吗 你们会不会做饭呀 你们会做饭吗 我怎么可能会做饭呀 你不会做饭呀 我不会 以后你做饭给我吃呗 你帮我去回去做饭吗 可以呀 好呀 明天就走 保姆 不是保姆 当厨子呗 好不好 那不管 不管当啥吗 我每天能看得到你吗 他们肯定不同意 家人们 他们都不同意我这样 你这样子 他们现在已经反对你跟我了 他们觉得你啥都不会 然后还帮我喊回去做饭 干啥不行 吃饭第一名 家人们 你们同不同意我带金子回成都呀 同意的扣个一不同意的扣个二 你要同意 我不想回去给他做饭 吃饭到我家来吃 因为我不太习惯他们那种做饭的方式 本事有反骨了 现在都是金子的年轿人 我能说啥 我啥也不能说 对不对 我请金子去成都当厨师好不好 我这个能力都可以当厨师 你看这这活 这活好 够了吧 你留一半呗 问我爸妈呀 可以啊 我家里边正好缺个厨子 要不你去我家里边当厨子吧 吃住都在我家 好不好 不好 不好 好吗 好吗 家人们同不同意呀 我怕你们不喜欢吃我做的饭 不好 我怎么可能舍得让金子当厨子呀 怎么可能呀 对不对 他们都说当媳妇 当媳妇的扣一 当厨子的扣二 他们都说当媳妇好不好 金子 也不好 同意吗 同意吗 现在 我说不可能这么简单 就让你当我媳妇了 知道吗 对不对 我怎么都得有点疑似感嘛 你什么时候生日啊 现在 今年 9月份 这马上9月份 还两天 9月20 9月20号是吧 当我们我媳妇付过生日的 其实我生日 我都不知道我是哪一天生 为什么 当时我爸爸喝醉了 他去上的户口呀 喝醉了去上的户口 对 然后就我妈就大概知道 我是 呃 就是收玉米的那段时间收的 这段时间就收玉米了呀 对呀 也就是20多天 还有一些玉米是还没收呀 别像你渣渣 什么渣渣 那些渣渣吗 不会的啊 你放心啊 你要去哪 你坐着吃核桃呗 我不吃核桃了 我 慢点 我也 你这有什么茶那么重的呀 它里边有杯子的 它里边有 好像有两个杯子吧 好像是 你没打开看过吗 打开了 你拿过来吗 你 应该你爸爸喜欢 很重的 这就 感觉好像 一块砖一样 砖吗 这里边砖了砖头 砖头好重啊 反了吗 没有 就那样 就那样的 就那样的 我以为是这样子放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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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的 就这样打开了 嗯 要拿出来就可以了 拿出来 对 哇 还可以吧 你爸爸应该喜欢吧 肯定 他应该不会要 为啥 这个看起来就太贵了 这不贵的 这个 我爸他不会要 别人送的 别人送我的 别人送我的 别人送你的 你拿来送给我 爸爸 对呀 我又没喝 又没开过的 不是 你上面那层 你也打开吗 不是 主要是 这个杯子 这个是啥呀 有个杯子 有个要茶的 哇 这可以 可以吧 但是太贵重了 我爸肯定不会 家人们 你们觉得他爸爸 会不会喜欢呀 会的打一个会 看 哇 塞 哇 好漂亮 那杯子呀 我平时还喜欢喝茶 对不对 对 我特别喜欢喝茶 品质保证 因为 因为 我所有的生意 我的买卖 我的事儿 都是在茶桌上谈 我从来不在酒桌上谈事儿 你要喝酒吗 我现在不喝了 我身体不是特别好 我不能喝了 身体不好吗 对 我心脏出了点问题 我心脏出了点问题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不怎么不喝酒就行了呗 不喝酒就好了 这个你 会喜欢啊 坚决会是吧 绝对会 会喜欢 你们觉得我爸爸会喜欢这个东西吗 直播间的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我爸他肯定会喜欢 就是说我爸爸那个人吧 你知道吧 他无功不受禄 我爸爸 你都杀鸡给我吃了 我拿点茶叶给他喝怎么了 对不对 家人们 你这个多少钱 起码得 八十块钱 八十块钱啊 八十块钱不贵 对不对 八十块钱不贵吧 家人们 八十块钱还不贵啊 不贵对吧 茶叶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茶叶 应该别人送我的 应该就也就 我觉得就值个八十块钱吧 对 知道 因为茶这个东西 他要分那个 分那个好坏的 我把南瓜弄到这上面了 没关系 你反正都给你爸的 我爸肯定舍不得喝 你拿给他 我爸他是他水那种 你看这个人家说了 这个余文姜哥哥说了 这个不到一百块钱 连一只鸡都要一百多 对不对 是吧 家人们 这么大一盒不到一百块钱 对啊 可以吧 这样你看又 你看 你 你 你副鸽也是 还是比较 在哪里买的 我也买的送给你 不是买的 别人送我的 他在哪里买的 我 对 最多八十八块钱 是吧 最多八十八块钱 多一分都不用 这边有多少茶叶吗 我不知道 这一罐是多少 我咋知道他没洗 我这玻璃的呀 我以为是不会 这陶瓷的 我也不知道 我没打开 陶瓷的 陶瓷的吗 对 那 哇 你 你别弄了 你一会儿给你爸 给他一个惊喜 他肯定喜欢的 他喜欢是喜欢 喜欢归喜欢 那要不要是他 他肯定要 他必须要 你 你 我了解他 我爸肯定不会要你 为啥不要 我 那我鸡 我就不吃了 我走了 有句话叫什么 吃人嘴软 男人手短 对 就是要他嘴软 你们说我 就是要金子爸爸嘴软 对不对 是吧 因为 昨天我不是问了金子吗 我说你爸爸呢 他说去收山货 收河他去了 然后我说 因为昨天我就戴上了 然后今天我就说 专门过来一趟 给他爸爸拿点茶叶 对不对 应该不用这种 因为他前面他给我 给我说过他爸爸喜欢喝茶叶 喝茶 这是红茶 你不要 不要弄着手啊 好不好 你答应我 你别弄着手 主要是 这里是凸起的 这里是凸起来的 这里是 那个的 所以 这边这样砍的时候 就容易砍到手 你换一把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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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换一把灯 哦 差点有把这里 哎呀你别弄了 你别弄了 你是不是看到我心里边的紧张呀 小心手 black tea 对的 什么black tea 对 红茶 black tea 你别弄了 可以想让你 吃 对那个前段时间那个我那个心脏老是疼 那个心脚痛 你知道吗 不知道咋回事 然后 你现在好了吗 现在好 现在挺好 现在 没怎么痛了 因为晚上睡的还挺早的 我睡晚了可能就 以前不经常早睡吗 我睡的晚 睡这边晚 要戴手套不然洗不掉 明天你戴个手套弄 一回 那个你到时候你弄成 弄成伤口了 我已经这样了 没关系 洗不掉没事 酒呀 上次送了 上次送了酒了 总得换着换着来嘛 不然 对不对 我不喜欢我爸爸喝酒 听到了吗 家人们 金姿说啥 你们听到了吗 我爸爸喝酒 他就不做正事了 金姿他 不要他爸爸喝酒 所以说 我还是考虑了这一点的 我还是想了 到底送啥比较好 送茶吗 可以喝嘛 衍生茶嘛 喝对吧 酒尽量少喝嘛 虽然我是做酒的 对吧 哈哈 就是自然晒干的 这边都晒了那么多 自然晒干的 自然晒干的好 对 对他们 金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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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直播间的家人们都关心你 叫你别弄着手了 嗯 好不好 行吗 好 烟送了的 烟送了的 哎呦 你别 你别弄眼睛里边 烟送了的 上次来的时候 他爸爸杀了个小猪给我吃 然后 他的 我跟你说 他的亲戚全在 他的那个 哪有那 十来个人就全在 我亲戚特别多 我亲戚上来一个 那不是全在的啊 我还有好多 他那个 他那个 是你姑妈吗 对啊 我看着我 比较凶的 对 特别凶 我跟你说家人们 我我只有一个姑姑 很凶的 我这样不动的话 就直播间的人就走了 他就希望 嗯 他就希望我嫁给他的儿子 就他呀 不是 那他 我姑姑 他希望我嫁给他的儿子 你姑姑的儿子 你不能嫁的吧 以前可以 现在不可以 不能嫁哈 是不嫁呀 嗯 不嫁呀 现在有精致了 因为 想负心脏就不 真的就是 可能也 还好吧 应该可能是因为他吧 就是说 他们说我心里边 钻了个人 把心给钻满了 就不疼了 哈哈哈哈 对不对 不会的啊 家人们那个 半步春秋歌 不会的 你放心 生核桃卖不卖 不卖 平常 哎 你平常卖生核桃吗 你说的不卖啊 不卖 你说了不卖我就不卖了 不是 我本来要卖的 不说一句话 我就不卖了 啊 要卖 啊 咋子 哈哈哈 生核桃保存不了多久吗 应该 对 嗯 所以我没有卖生核桃 有晒干的核桃 就是卖干核桃 你们喜欢吃生的 是喜欢吃干的呀 我喜欢吃干的 林依哥说喜欢吃干核桃 干核桃可以炸油 核桃油 对 给金氏买几双旅游鞋 好的 收到 不要写 我干活穿不了那些 小富卖不卖 你们想买我呀 可以呀 来 上 他说我不卖新核桃 他问你卖不卖新核桃 我卖不卖新核桃 我不卖 没有核桃 你别弄着手啊 对 家人们那个 凳子要两张 凳子不卖 小富上车 不要 你们买小富干嘛 干都好吃 对 我吃一个干的 好 我自己拿吗 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 反正都是